大家好,欢迎来到2023冲城之旅的第三集 之前我们介绍过冲城的outlet 希腊式的度假小岛,赖长岛 网里面有私人温泉的琉球温泉赖长岛酒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 我们会在片尾有连结的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冲城最著名的景点 海洋博美丽海水族馆 这里的平面超巨型玻璃水槽世界文明 可以近距离这样看到全场8.8公尺的超大瓶沙 这个水族馆是亚洲最大 也是全世界前三大的水族馆 周末和周日真的很多人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什么时间来才可以避开人潮 在无需缓卷免费的海豚表演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 记住订阅和like 让我们带你10分钟去旅行 水族馆距离机场大约100公里 开车的话行高速 我们用了个半钟 我们的酒店在机场附近 一出去就上高速 由于是平日所以去情完全没有塞车 但是网上的人说这个公路经常塞车 可能因为只有两条线而且经常有工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预松一点 对回程駕回去那巴士就用了大约两个钟 如果不駕车都可以坐巴士 车程两三个钟 由那巴机场和巴士总站都有直通车去 前面的红色旅游巴就是由机场去水族馆的了 在许田离开高速公路之后沿着国道58号行 沿途会经过小镇又需要可以买些东西補给 水族馆附近有很多沙滩 也有不少的大型度假酒店 有些人会在这里住一晚 海洋博公园其实非常大的 美丽海水族馆只是其中一个景点 还有儿童乐园,植物园,沙滩和散步区 我们今天主力介绍美丽海水族馆和海豚表演 如果要玩完整个公园应该一天都不够 我们拍P7停车场 这里免费而且距离水族馆非常近 这里有很多层,车位充足 而且位置都算附落,挺容易拍 由停车场一走出来就是海洋博公园 这个景色看下去简直是心旷神弥 海洋博公园是免费入场的 而海豚表演也是免费的 至于水族馆,儿童游乐场这些设施 就需要给入场费 所以周末会有很多本地人一家大小来玩 会好逼很多人 而今天是平日,现在是中午12点多 现在见到人就很少了 大家如果走到记住平日来呀 美丽海水族馆是亚洲最大的 总共有4层 入口的瓶沙纪念碑其实是4楼 这个水族馆曾经养了2条超过9米长的瓶沙 吸引成千上万的旅客 但是其中一条2021年不在了 所以现在只有一只 水族馆是转圈向下参观的 入口是4楼,出口是1楼 入口旁边有个渔夫之门可以打卡拍照 而售票处就是3楼 搭扶手电梯向下的时候可以看到珊瑚海景 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 海边又有个海豚剧场 还有海龟馆,海牛馆,远处还有个海滩可以玩 大家见到排队的这个镇 就可以想象到平时有多少人 幸好今天完全不用排队 成人每位是2180日圆 如果买全年通行证的价钱只是一倍 我们是游客,所以买了日票 但如果是当地人,我猜应该多数都选买年票 我们的日票可以即日多次入场 一日门口首先是珊瑚礁之类 大约有40种珊瑚 在水池里面还可以摸到海星、海森这些生物 然后就是热带雨之类 这里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色彩缤纷的热带雨 这个区域展示的生物种类是整个馆里面最多的 热带水槽这个顶是开放式的 这样可以让自然光照进水槽里面 希望重现以前沖繩近海的珊瑚礁景象 接着就是珊瑚小屋和珊瑚礁之类的独立水槽 这里的独立水槽里面有水墓 飘大只的龙虾 有花圆蔓 她的头在沙内移动 Burnout 整个潜水艇 不过这些小型的海洋生物对我们来说实在意 也不算好被吸引 我们现在试 MIT裡来看看这里的镇本之堡 就是超巨型的玻璃的水槽 黑潮之海 它的容量有7500立方公尺 是世界第三大的水族箱 这个透明的墙是重130公吨的亚加力 高8.2米 宽22.5米 和厚60公分 是建立市世界纪录里面最大的亚加力观察箱 这只工程的瓊砂接近9米长 由1995年养殖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 是全世界水族馆里面养得最久的瓊砂 也是水族馆的招牌 这个水族馆本身有一对瓊砂 但是痴性的瓊砂很不幸在前面去世 现在只有工程那只在自己游来游去 这里的招牌除了瓊砂之外 还有超大只的魔鬼鱼 我很喜欢看它们游来游去的样子 因为它们好像在天上飞一样 看下去很治愈 水槽里面还有敬叶熬叶的日本潜水员 在这里很努力地清洁水箱 这个长的水槽真的令人非常震撼 水槽的对面是一级级的观赏区 可以在不同的高度坐下慢慢欣赏 不过我觉得最佳的观赏角度其实是走近一点 站在向下走的斜路上去看 不用担高头都可以看整个水族箱的高度 开头拍照的时候都会觉得前面的旅客有点遮住 但是看看发现原来前面旅客小小的身影 更加可以趁坐出后面的海洋生物是多么大 这个巨型的阿加利观察窗非常之平 颜色又很透明 看上去就像看平面电视般清晰 这条路是单行路 走下来后就不能走上去 走到水槽底部看上去 感觉颜色和清晰度都好像没有刚才站在高处那么好 前面都比较多人 不过走到这么低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近距离 这样和瓶沙和魔鬼鱼打卡合照 水槽旁边有一间Ocean Blue Café 可以坐在黑潮之海的水箱旁边 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鱼 我们坐的是普通位 距离的水槽就远一点 不过都看得很清楚 而水槽旁边那些就是指定值 是要付500日元 不过一直都满座 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那里限坐是60分钟 这里有甜品、饮品和简单的热食 例如意粉、洋葱圈、肉丸这些 甜品和饮品的味道都很好 而且又不算很贵 可以在这里试一试 在潮之海旁边还有个海洋观察室 可以看到瓶沙和魔鬼鱼在你的头顶游过 二楼还有个鲨鱼博士展厅 最后就是深海之旅了 这里有独立的水岗 介绍海星这些深海动物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是匆匆走过 很少在这里停留 过了深海区就是一楼的出口了 我们现在赶着去看海豚表演 水族馆的设计很方便 四楼入一楼出 一出大门就是海边小径 再直行就是海豚广场 沿途都有很多海洋有关的打卡位 水族馆外面是海洋博公园 整个环境都很漂亮 走得很舒服 走去海豚剧场大约是5分钟 剧场是海洋博公园的免费设施之一 所以是不用买票都可以免费进去的 就算你不去水族馆 都可以过来看看海豚表演 剧场就不算很大 所以要早一点来找位 表演大约20分钟 是很精彩的 它的铺牌很密集 它的跳跃动作是一个接一个 不会等很久才会再跳一下 海豚也会跟他们的训练员互动 一起玩游戏 整个show很值得看 每日有5场表演 亦都相对比较容易安排你的参观时间 剧场旁边还有喂海豚的活动 这个活动很受小朋友欢迎 整体来说 美丽海水族馆这个行程很值得推荐 水族馆的巨型水槽黑潮之海 非常之震撼很值得看 虽然热带雨和深海雨的部分相对就简单 但是海洋博公园还有其他的活动 例如海豚表演 海牛馆 海龟馆 这些 还有儿童游乐场 热带花园 我们都没看 如果全部都玩了 一天都真的不够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介绍 记住订阅和like 亦都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 和Instagram交流一下 我们之后还会继续介绍 沖繁那坝市区的住宿和餐厅 大家记住留意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